走进夜楼的智慧教室 整体设计宽敞明亮 而整齐摆放在桌上的平板 无人机更是孩子们的最爱 为了让孩子们的学习更多元 新北市医院廖新翔以建一款补助 让学校的设备再升级 打造智慧教室 除了上课学生一人一台平板之外 还有无人机、追焦摄影机等等 这一天医院廖新翔也特地到学校关心 也体验追焦摄影机 也操作了无人机 主要是因应之前的线上教学 而让学校有了智慧教室的想法 追焦摄影机能够让老师教学上更完善 走到哪、追到哪 因为前两年疫情的影响 所以线上教学的模式一直在兴起 那学校其实在尝试这个线上教学之后 有些老师我们在集思广义的过程当中 发现有些问题 所以我们打算就规划一间智慧教室 让我们有最新的教学设备 来应应这个线上教学 那刚好我们有议员的经费支持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智慧教室 那包括我们的硬体的部分 像是我们的大型的触控大屏 我们的追焦摄影机 学生用的平板 还有我们的无人机 班班有触控大屏 跟深深有这个平板 那算是一个目前 教育体系的一个大方向 但是因为所需要的经费 是非常的庞大的 那所以说只能说分阶段来执行 那白云国小 先前就考虑到 为了让每个国小都有机会使用 那不一定他在每一个课程 每个班级都有 但是他们利用我们学校的一间 当初使用率不是那么高的教室 把它做一个整修 让有需要的老师 都可以带学生来 这一个我们的智慧教室 来体验新式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教学设备 能够侦测感应前方在走动教学的身影 结合科技化教学 也很受孩子们的喜欢 除了装潢地平 添购了平板无人机等等 结合软体 让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 落实智慧学习 所以这间教室 几乎也成了学生们的最爱 使用率好高 因为有触控大屏 还有我们整体的设备的改善的部分 所以有别于传统的教学 老师可以在教学上面更有效率 那小朋友他们在学习上面的吸收 也可以更加的灵活 然后还有更加多元的应用 那这些硬体设备完成之后 我们也开始添购学生的教学用软体 包括新北校园通的一些教学APP 所以目前我们在这个教室的使用率非常高 包括老师也好 包括孩子也好 都很喜欢在这间教室上课 那也真正让智慧学习 落实在日常的教学当中 那包括我们的地板 天花板 跟一些新的一些 橱柜等等的 第一期先把它做好之后 那第二期 再来采购一些资讯设备 包括我们触控大屏 我们的平板电脑等等 或者是追焦的摄影机 那两期总共补助了100万给我们的学校 让我们的学校都可以善用这笔经费 让我们的学生都可以使用 比较现代化的一些教学设备 也让老师的教学能够更灵活 上课学生每人一台平板 不用局限坐在位置上 让孩子们学习更智慧多元 也爱上学习 这层慧玲系的采访报道